大家好,我是小枫,去镇上求快递 有很多朋友好奇我昨天那柜子拿完美是什么效果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子 这是你有史以来起来最早的一回 那必须的,这刚四点半 想听啥来了 因为昨晚没吃饭,嫩嫩 我的妈呀,嫩这样 这嫩嫩比闹钟还好吃 心中会有一种思念叫做家乡 来到我们这边最火爆的早点一条街了 这里边各种小吃都有 这条街早饭菜虽多 但是干不过这辆三马车 朴实乌花的外表吸引的众多时刻 面粉配油酥裹着五花肉 掉路容易烤,吃的真没够 这位大哥做的掉东烧饼有十年的经验了 一天可以卖三千个掉路烧饼 一天的手艺都能达到三千元 这是我们季州传统小吃掉路烧饼 大家伙有吃过吗 人是姐,饭是刚刚一顿不吃饿的荒 为了吃我们这边传统厕的小吃 我媳妇整整排队拍了四十分钟 吃起来而且酥碎可口 我媳妇吃多香 味道馅也好 这个烧饼配上一杯豆浆 让你的活力满满的 这几个大纸箱子 都是我喜欢从网上订的灯具 还有茶座 下一步就开始安装了 到我楼房这儿了 让大夫看看小峰这个柜子 拿完门的效果怎么样 来吧展示 大家看看小峰这个柜子 打的怎么样 因为这全是自己坐着 门的是定制的 没买一个鲜持的 这个是柜子 门还有师傅的骨费 这几个卧室 还有这个厨房 这点一共下来 是花了不到一万四千块钱 就是连工材料 还有这些定制的门 整几架子 大家感觉这个价格贵吧 这个贵的打的怎么样 给小峰点凭点凭 我们这里下的一晚上大暴雨 我们家这个房子 在这次暴雨的洗礼中 没扛住 真的没扛住 等我身后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呀 还是我17岁的时候盖的呢 至今有43年了 这个房子也经历过地震 也经历过暴雨 但是这次呀 没露脸 这个房子前段时间 汤山到这个5.2斤地震的时候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动静 就是我们家这个床有点颤 但是这次暴雨 给它接着到伤疤 清早一下 要是我媳妇不发现 我椅子也没事呢 咱们看看这 这一场大暴雨啊 我们家这房顶那个顶盖 钓了一块 10号板也受潮了 这家伙 成片子成片子往下钓 你都知足吧 这两个没把房子给你泡澡 都是好的了 震脑高的方得下个大雨 把这房泡澡 那不得轮大海上 那龙王爷他喝的味酒 都一软往这下 顺着方您留啊 网友们帮小峰看看 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最好 最好是将来这个位置啊 千万不能让它再晕透了 晕透了都弯了 十号板还得掉下来 其实那个暴雨通知啊 从昨天中午 都已经开始发点信了 到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 开始下 但是零星小雨不太大 我以为一场雨都已经过去了 没成想啊 昨天晚上它下上了 昨天晚上那大雨真是不小 好